大能哥 我问你 你有没有囤过以前女朋友的东西 然后被老婆发现 我怎么可能犯这种大忌 对啊 而且我每一次 我的过去就是像 每一次当初恋一样的看待 我怎么可能 就是过去一段就烧掉一段 不好说不好说 所以你都不会囤任何东西吗 也是会囤 囤一些像比较有纪念价值 我的这个专辑 一些CD海报 有些这个卡式 夹刺 对 这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家有一阵子也都是 走到哪里就会踢到大雨 大雨一直下的专辑 跟一些海报 那是古董 对 因为都卖不出去 它可以学我用送的 用送的 所以观众朋友 请问一下 你囤的到底是情感还是垃圾呢 情感 欢迎收看 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囤积派的代表 你好 看得出来 你看 把一些垃圾都带来了 可以 这好像怪人 收场不是垃圾 还有我这边是极简派的代表 也不囤积了 不囤积 还有我们这个星座专家 阿丽丝 你好 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 喜欢囤积东西的人啊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重感情 因为他们囤的是回忆跟情感 所以要问一下大家啦 就是说你们认为囤积的物品 真的有一天会派得上用场的 当然不会 会 我觉得是会 派得放用场 我觉得是会 我也站在这边好了 对啊 是 因为我也是就是断舍离的 对啊 真的啊 我觉得真的是情谣 懂吗 我懂吗 叔叔跟你讲 是叔叔 叔叔跟你讲 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啊 你可能在... 为什么会被理论会 算是用不到啦 就不要烂盆啦 现在用不到就永远用不到 没错 不一定喔 比如说有一些礼盒 有没有 很漂亮的礼盒 对 那你可能吃完里面的东西以后 那像一些年轻人就丢掉了 对啊 没有 我都留着 我也会拿来装其他东西 小东西 对 那里都很好吃 有很多啦 我连鞋盒都拿来装 刚刚是在做酒吗 鞋盒都很光 比如说我会把一些铁的礼盒 我就然后收藏起来 我就装一些 小东西 一些工具 比如钉子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别针 对 针线 还有那种双层的 然后比如说我 我囤积了很多那个螺丝钉 各式各样的螺丝钉 它不会生锈吗 因为我叫螺丝甲 都一定要有螺丝钉 那你囤积起来 有时候真的 家里有一些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去买就好了 买麻烦你又要出去 刚好搬一搬家 对 刚好有了 骨精类的东西 对 很有成就感 对 这个标准的 台湾人爱囤货 尤其我就遇到那种打折的时候 有沒有 囤了什么奶粉 囤尿布 口罩也囤 卫生纸赶快把它囤起来 没有 一定要囤 你看万一你洗头洗到一半 没有洗髮精 所以你都多囤一点 洗到一半 所以到底会有多突然 随时都有 对不对 对 所以西捷到底台湾人多爱囤货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路各大社团合作问卷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由情报站特派元西捷 为众多网友发声 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喔 跟大家先分享一个统计的数据 台湾人每25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喜欢囤积杂物 那就有一名网友就发文了 就是他身边的长辈 患了这个储物证 数量多到家里只剩下一条 走道可以走 想要下手去帮他帮忙 结果这个长辈就发怒说不行 这个还有用不能丢什么 这个我还要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让网友真的觉得非常的无奈 但是呢也许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这个长辈 比较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看看我们今天 现场的来宾朋友 年轻人 其实这个囤积杂物的功力 真是厉害喔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极简到底有多极简 到底能到多极简 从小我们家教就很严 我来自于一个军人的家庭 所以呢 房间如果太乱就会被打 然后指甲如果太长的话 爸爸如果这样看见的时候 忽然看到你的教税架很长 他就啪就一个写就丢过来 是把你当军人这样拱教就对了 那个时候其实就发现自己 其实是很注重生活品质的 所以那时候拍戏没有教税的时候 如果回到家看到家里头很乱 所以现在呢我只要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在家看剧 对不对 对 我只要呢看剧看了差不多超过三个小时 我就觉得不行 我如果继续废下去不起来整理东西的话 我就辜负了我吸引的那个 当时那种我就会有这种 强迫症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住可是我家里头一定是 那我家里最近刚好没有帮忙打托了 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住一段时间 反正我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很废的话 我就会不晓得我就会觉得不行不行 我不能那么废 我就会很内疚 这也是你的家喔 这是我的床 那不是IKEA吗 我朋友都笑我说我是不是军人 当过兵就像军人 你知道我叠背还不是只有这样叠背 我要先把被子跟枕头全部拿到客厅的沙发上 然后呢我再拿那个粘衣纸 把床上的头发啊 屑屑全部粘一遍 每天 每天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像运动OK 就像铺床 可能其实是辛苦的 但是呢我就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一天24小时 然后我花10分钟铺床 然后其他剩下的11个小时就50分钟 我是开心的 那我会用这种算法 就像我运动OK 我醒来的时候是14个小时的 那我运动只要1个小时 所以我13个小时我是成就感 有时候废一两天没有关系啊 可以啦 一年365天可以有三天这样 对啊 你搞不好像强强 他就常常这样废 会不会 可是我讲 这样有纪律的他无法 比如说在床上啊 你会觉得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讲说 你确定已经要这样废一整天吗 这样一整天就浪费掉了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就会强迫自己想说 好吧 算了 我这个礼拜都没运动 我今天起来 大概运动了两个小时 明天再补个三个钟头 我这个礼拜 平均时数就分摊掉 这样子我就会很开心 我就不会有内疚感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会 对 我其实我也是这样 对 我就会这样啊 我就会开始在那边算来算去这样子 我也会 真的啊 我是在乱 可是我每天就是一个礼拜要健身两次 我都在有行事力 就是一定会比我自己做一些事情 一个礼拜两天OK啦 身材才可以保持 是啊 对啊 那这个又是什么 就是干洗本啊 送干洗出去之前 我一定要把我每一个部分 把它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送回来干洗的时候 我要每一道画掉 就像拍完一场戏画剧本那样子 我不行啊 我一定要 就是因为曾经干洗店的人 把我搞丢了一件衣服 然后大家就 你不知道怎么去 没有 我就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学乖了 我从那一天开始 就十几年前开始到现在 我没有停止记这个干洗的这个 一件小背信我也要记 真的啊 这真的有时候送一堆衣服去 回来几件真的 也自己会忘记 我以前应该也是在那一边的 我就是我家的环境 以前的时候就是到我家 就是满满的 地上都是满满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看到 有一条小小的那种小剑 那个小剑就是我可能 走过去的问题 对 我们家现在也是 对 因为我以前买东西 就是全部都把它放在 就是放在地上 就把它都堆在那边 然后我是在五年前 就觉得工作啊 还有什么心理状态跟感情 什么都很不好 然后当时就看到了一本书 就跟我说 要断舍离 对 就是只有断舍离 断掉这些东西 你才可以清楚知道 你的生活应该要怎么过 我非常赞同 而且家里干干净净的 对 心情也舒服 真的 舒服以后 你身体也健康 对 做任何事情也都比较平顺 而且我觉得 回到家的心情 会变得很不一样 你回到家是真的可以放松 可是以前你回到家 你会觉得 我只想要随便找个地方窝着 然后你就不想动那些东西 而且那时候 我还常常跟我妈吵架 因为我妈会来帮我收 然后我都跟她说 你不要动 我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干嘛干嘛的 然后到有一天我断舍离的时候 我妈她差点要带我去拜拜 她说我是这股肚子肚子肚子 之类的 就怎么可能 因为我是已经 就认真断舍离到 我是把我的 就是家里的沙发 其实我沙发是L的嘛 但我觉得平常就我自己 然后带着一只狗 所以我就只有留两个 就是两个人做的那个沙发 所以我家现在就是 这很干净啊 就这样 那你觉得运气有没有变好 我觉得有 而且我觉得就是 整个感觉就不太一样 回到家是真的可以有放松修饰 可是有一个调查说有说 就是 那是哪里的调查 真的我有看到 真的我有看到 对 房间乱家里乱的人 他智商都比较高 真的真的有这样子啊 反应比较矿 可是我跟你说 女人要笨一点 比较有福气 是吗 女人不能太聪明 他比较还不错啊 我房间就是跟那个夏宇童她一样 以前就是只有一个路可以走 之前常跟我老公吵架 因为我总觉得我的东西不见 都是被他丢的 然后有一次我找不到我的手机 我就东找西找找了好久 还是找不到 最后终于找到 原来在我一大堆包包里面的其中 一个包包里面的夹链袋里面 然后至今我还有一个手机没有找到 我怀疑在我们家里的某个角落 你看这我们家 是你的客厅吗 对啊 这有点乱啊 前面那是什么水竹缸 旁边那是什么帮瓶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会用到吧 你看我那个沙发 后面是不是有很多罐子 那吃爆米花 然后留下的罐子 里面可以摆很多笔啊 然后什么其他的小东西 如果再过 我鸡皮疙瘩起來 什么爆米花摆笔喔 再过三十年 就像那种孤独老人 会囤积东西的那样 宝物都在里面耶 嘉莉姐 如果叫你坐在这个客厅里面 坐超过多久 你会说我没有 我可能已经开始抓了 不会 其实我都是看起来乱 但是其实是干真的乱 真的乱 那可能乱中有事啊 爆米花的桶子在装笔 怎么可能干净呢 笔拿出来不有一个味道吗 他可以洗过好不好 可是食物的东西做 对 多少时候有味道 他可以洗过啊 洗过塞干的 洗过我会发现说 你越会拿很多东西 要来装东西 你就会装越多东西 现在互动是综艺 快快来订阅按下小铃铛咯 小铃铛咯